好的,我们衔接第一个教程啊,现在是第二集,也就是这一百针我们织的是拧针的双螺纹 向上一共给它织80厘米的高度,你看这刚好是它的反面 织了80厘米高了之后啊,到这头我们就给它这样收针了 收了一个平边啊,收完针之后 这80厘米长的大片,你给它在它的最长的一个边的位置,就是这儿 这是你起针的位置啊,你是一直往这边走的,一直到这儿结束的啊 你在正中间,竖着的正中间啊,给它找出多少来呢 看,在正中间的42厘米的位置,从这头到这头,42厘米 看,在42厘米的范围之内,我们给它挑出多少针来呢 一共给它要挑出来140针 看,挑出140针了啊,同学们立刻就明白了 哎呀,我们起针的时候都没起那么多,我们才起了100 这是怎么140呢,你看 它比它宽很多,对不对,宽出这么多呢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给它要形成一个非常舒展的一个大领子啊 正如你在开始的时候,360度的展现当中已经看到了 它领子极其的舒适,并且有特点 而且,大长领子能够瞬间将你的脖颈拉长 明白了吗?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脖子不够满意 你希望脖子这个位置啊,更舒展 那么就把领子拉长一点啊 这样,视觉效果会给人一种你是一个小天鹅脖的效果啊 好,这140针挑出来之后,往返往返 我们依然知道这个花纹 但是注意,你一定要把花纹留在跟这个的反面相对应的位置 你看,这是反面,这是正面 为什么?因为整件衣服你这样之后,领子一翻 诶,正面,正面,明白吗?啊,就是为了让它花纹 是,都朝在,正面都朝在外的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你这140针啊 起针,低针,支是从这边开始的啊 这么着往返往返往返,记住了吗?啊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 我们给它向上支了,多高呢? 10厘米啊,我觉得不止10厘米吧 这个有点高了啊 我们量一下啊 我觉得怎么也得13厘米了 你看,果然,达支13厘米啊,同学们 支13厘米之后,然后可以收平边 为什么?因为翻领不涉及到一个厚挑支的问题 也不怕它这位置不够弹性啊 因为它是边缘嘛,我们要的是一个整齐 所以没必要给它收机器边啊 机器边一定没有正真的边整齐啊 好了,支了13厘米之后 我们给它收一个小平边 然后,做什么? 定钮扣背 我觉得扭角扣更适合这件衣服的风格啊 当然了,你有其他色彩的扣子也都可以 然后,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钮扣就定在需要的位置啊 你看,其他的钮扣也还行 这样,大一点的钮扣啊,都可以的啊 看,一个扣子就行啊 只要它稍微有一个特点 而且呢,大小呢,不要太小啊 稍微的大一点点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定好 缝好了这个钮扣之后,怎样啊 直接就把这钮扣穿到旁边里来 不必要缝扣眼的啊 你只要从这儿给它找出一根线来 向上拉扯 拉扯之后,看 怎样? 直接给它穿过来 稍加整理 一件非常非常的实用的小上衣 披肩式的小上衣啊 就完成了 整体给人家感觉极其漂亮 极其有个性 跟裙子、牛仔裤、短裤、皮裤等等 都能够很好的搭在一起 好了,如果觉得今天这个教程对你非常有帮助 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